上一期的这个庄我就不活 有粉丝说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快去请如来佛祖 我心中暗想 此去西天 路途遥远 还是抓紧看看哪些盆景图不对 赶紧换了吧 这是我在自己的直播间买的一颗金档子 长势很弱 花盆很小 青苔却很好 说明水大了 我要的是树不是青苔 根肯定出问题了 居然还能刨出两块保湿棉 这种操作简直是 闻所未闻的 这还没完 还有很多土产 总有人问我有土产怎么办 我的办法只能借鉴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的量大 可以寄给我 这么小的一个盆 居然有六条土产 我说土产是金龟子的幼虫 有人说是枝料的幼虫 给我整不会了 懂得来普及一下 虽然根系很差 但根盘不错 不过浮根是必须要去掉的 这样换上盆才更稳重 贴上锡纸 好好保护 这颗也给它换个盆 这个金档子盆小了一点点 而且这种内收口 以后很难换盆 想要金档子果子多 根就要养得肥肥胖胖才行 换个大盆 可以让根多保存养分 风化土种庄 根系确实不错 这可不是打广告 我可没说小店有风化土 别误会哦 接着种树 大颗粒垫底小颗粒种庄 更大颗粒扑面 是我大盆种树的标配 这是我改做的一个庄 原来的嫁接位置太高 现在发芽很多 梳理一下修整好过度 继续养它个三五年 盆景状态要随时观察 及时调整 听我的 点个赞 你的盆景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